家里头怎么样能够让它降温呢 尤其现在呢 这个动不动呢 就三十几度的高温 很多人都不想出门了 待在家里头吹冷气 不过呢 其实吹冷气也是很好电的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是夏日居家降温的有效良方呢 达人就跟我们分享了 就算呢 你是住在顶楼的这个公寓 只要是呢 屋外有一些小撇包加工 那么里头呢 再加一些小小的东西 还是可以拥有清爽的夏日居家环境的 一夜夏日住在公寓顶楼 还真像是个大烤箱 其实只要稍微加工 室内就能有效降温 屋顶直接开个洞 让空气流通 达人还有这一招 其实真正厉害的降温秘方 藏在屋顶上面 就是这一大片的人工草皮 把太阳光阻隔住 也达到了降温效果 三十瓶大小的铁皮屋顶 仿佛穿上了绿色隔热衣 花费还不到两万块 让室外三十三度的高温 也能够降到二十七度 如果嫌不够凉 还可以趁省追击 因为我有电风扇来做补助 我也开一个冷气墙 完全全部都凉 居下降温大作战 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要节约能源 剩了多少钱 帮我们讲一下 大概可以省到 最起碼有两%到三% 倒入一点盆的冰块 周边立刻降温 如果搭配电风扇 效果不输给冷气机 其实不需要高技能加点 简单几个小PayPal 就能够度过两场夏天 中天新闻 王宗汉胡佳珍 台北材料报道